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论世 今天和刘兰昌聊天 大家好 下个星期五 兰昌兴自己做 为何我放假 他会独自和大家分析大势 11月多 我游场假期完毕 我才回来继续做 大家记得留意收睇 熬一个月 不止 不过没关系 做人的事 大家都停了 停了这么久 有得去 大家都想出去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一定是焦点 摆回去 俄乌战士 是否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 刚刚前两天 公投的四个省份 公投结果 八十几 九十八 九十九 八十七 这几个数字 同意赞成 加入 回归俄国 换句话说 那四个省份 完全是俄国领土 第二 大家都知道 普京说 我们的精兵三十万人 当然 你看到 有些车队 又去这儿 又去那儿 我想提醒大家 一句 你记不记得 乌克兰战事 一发生的时候 乌克兰人 是不是每个都摸走 是吗 是的 第二 扎连斯基第一样 命令是什么 所有男人 六十岁以下 由十八岁至六十岁 不可以离开乌克兰 加入军队 即是他做 但是 实际上是全国动员力 是的 全国动员力 而现在 我说 拿了三十万人 西方传媒说 他输了 他糟糕了 他死了 一人走了 这是部分动员力 部分动员力 到今天为止 走了 离开了 这个乌克兰的乌克兰人 是有七百万人 七百万是多少 就是差不多两成的人 全部是苦语 全部是苦语 因为 男人不能走 你迫着要去打 把枪给你 那就是 无论 保卫国家 你可以说 但是 我有兴趣 跟蓝湘卿 谈谈的 就是 这样 是不是代表 第二阶段的战争 不是一个 特别军事行动 如果那些是俄国的领土 你来打 那你即是入侵俄国 入侵俄国 那我直接是 打得又不同 那当然 你会不会有核弹 那些东西 我不要说 不过我就想听听 蓝湘卿 你怎样看大势 我觉得 现在的形势的发展 我自己觉得是失控 失控 失控 不单是普京想不到 是全世界都想不到 因为原来你说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 最主要目标是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现在不是 现在是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 归入了俄罗斯 变成一个领土变更 二战之后进入了领土变更 其实是好笑 基本上是没有的 二战之后的国际次序 变成是领土固定了 领土不能改变 基本上是有这样的 你猜战国时代 打完仗 割四个城池 给你那些东西吗 攻城略地 是殖民时代 是二战之后 现在 这次公投 勞金斯克 是98 政叶时刻是99 因为这两个州 本来属于俄罗斯 而且住的大部分是俄罗斯人 都是讲俄语的 本来应该是属于俄罗斯 所以他回到俄罗斯 不奇怪 因为原来是2014年 宣布独立 后来 绕阳了一段时间 俄罗斯才承认 俄罗斯的杜马才承认 现在是公投入俄 公投入俄 其实在第一阶段 普京的第一阶段 是没有这个计划的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计划的 因为打到现在突然间 勞金斯克和斗论斯克 要入俄 还有就是哈尔崇 和扎波罗尔 这两个州 其实多数是俄罗斯人 但也有相当多的瓦拉人 这两个州 原来的重属 不太俄罗斯化 我把你打完 我为什么不吃你 反正也是 一件烏两件胃 就是说 你本来说 如果没有公投事成 我觉得停火 还有机会 原来你说 签了粮食协议 将粮食协议 转化为一个停火协议 我觉得很有可能 现在你的公投 要割了四个州 给俄罗斯 乌克兰死也不用了 国际上也很难吃亡 其实老实说 乌克兰是否肯定是没关系 是美国肯定是否肯定 欧盟肯定是否肯定 才是问题 即是说 这一场仗 打到这里 往后看 很难有一个暂停的迹象 不过想起来 现在很多人说 普京四个州公投完 他未必四个州 完全都是 即时纳入俄罗斯的领土 他可能先将 勞金斯克和顿涅斯克 原来这两个 顿巴斯行动 原来他想要的 才进去 然后其他两个州 可能会迟些 就是作为一个牌 我觉得机会不大 即是这些东西 你一定是去杜马斯 你是要去国会做 这些东西 为何分开两次 你一定是一次过杀他 反正也是 即是你做了之后 然后跟着 我已经有三十万军队 然后跟着 我看看如何打 即是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分分钟 俄乌战事 又有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就可能变为一个战争 如果是战争的话 即是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 不是一个冬天打得完 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这个大家可能看 就是整个欧洲 真是乱过乱世家人 即是变成一个战争 即是升级 这个升级便是必然的 再加上北溪一号和二号 三条管道突然间被炸了 即是这一定是一个人为的行动 反正是谁做的呢 又引起一个空洞 因为这个天然气 其实我觉得是 欧洲的一条生命线 我也是这样的怀疑 我又不是觉得 俄国人会做这件事 因为他也删除了 是的 那谁做呢 很可能就是 我猜是乌克兰做的 既然是这样做 我就找人炸了它 让你没得用 反正你没有 那你先不会吵我 没有了 那便没有了 大家 你一定要支持我 那现在 是不是这样呢 又真的不知道 那你说 会不会美国佬做的 不知道 但是你说欧洲人 会不会希望有一天 即是你又搞回事 又开回它呢 我相信在欧洲各国来说 去到一个阶段 欧洲人民已经很多声器 就说 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 乌克兰呢 是承受那么多痛苦 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家 走错路 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些声音 因为这两条管道 是从俄罗斯经过这个海上 再到达这个德国 是有经过丹麦的水域 瑞典的水域 这一次发生爆炸的地方 是在丹麦的水域 其实其实 所以就很多人就怀疑 一定是不想 俄罗斯的天然气 去到欧洲的人做 即时就是那天然气的价格 期货价格 就升了1.20万 俄罗斯很厉害 本来就说 这个冬天欧洲怎么卖 现在立刻这条管道 其实呢 因为这个管道 俄罗斯现在是停了 但是俄罗斯没有说永远停 他还是想开 因为俄罗斯他有气 他不买 他不可能实现他的价值 他一定要去 如果你只是买给中国 中国又未必吃到那么多 你一定要供回欧洲 我觉得是短暂的 你一定吃得到 世界怎么会吃不到呢 不过问题就是 你的气 可能去卖去中国 去其他地方 有或者什么 你又可能收的价钱 老实说 都不会低的 你没有买欧洲那么便宜 记住 欧洲一向都是很便宜的 因为有着长期合约 但是如果你卖去另外的地方 你也有多些赚 你有多些赚 那你就好了 不过你可能那个 就是infrastructure 你可能要管道 其他方面的东西 就是要多些 也都记住一样东西 比如中国来说 中国北方 懂不懂 懂 懂 中国北方 是否一样是要开热气 说了 我们不用那么多煤 不用煤 你唯有用气 如果用气的时候 你引进来 便好 所以我觉得 俄国把那些气全部走去另外的市场 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这样做的 不过 欧洲 是要多少年时间 才找到一个平衡点 其实就是世界 生产那么多气 生产那么多油 现在 你有你买 我有我买 那大家 就是国安其所 那没事 但是你突然有一个 没得做 没有的 那由头来过 那你两三年 才执得对它 有什么奇怪 是 没错 欧洲是不是给多了钱 是 因为你那个 可能要储气 可能要用船 可能用其他港口 那你便花多了钱 但是 两年不得三年 一定是平衡了它 所以这一次 公投之后 俄罗斯 吃多四个粥 然后天然气又断了 很多人 因为 为什么要俄罗斯 普京要进行部分军事行动 你多了这么长的领土 那条战线要多少兵 一千公里的战线 是的 他说得很清楚 一千公里的战线 那你对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 走七百万人 这些资灵的人 在乌克兰 我计算了 你也有多少 一千万 一千万 你算个数 老实说 我不放那么多人在 我如何顶着你 升级可能在所不免 所以外面就传 为什么俄罗斯威胁 假如我们要用核武器 甚至说到这次联合国大会 俄罗斯和美国有私下接触 大家谈到一定不能用核武器 美国警告俄罗斯 俄罗斯有回应 所以这个局势看起来 欧洲战事的升级对全球很大影响 觉得很难意料 更加重要是这阵战事 不是一时三刻或者三五个月是圆跌 大家最初想普京也是这样想 我想现在俄国可能打 好像车臣打几年 所以开始我说失控 即是说现在走到这一步 不是普京原来预先想到的设想 实际上有些是健步行步 压仗 老实说是没有一定是这样的 有时不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真的很容易 所以现在是怎样收科 中国的立场应该要速和 即是速和停战 全世界我想 特别是欧洲 希望 都要稳定下来 不要继续升级 这个可能是由于 一个战争的状况 和燃料各方面的需求 欧洲可能就是求和的声音会升级 但是美国 同不同意呢 就是这些东西 我有一点不太同意你的看法 美国佬是想打下去 美国佬是需要一个战场 去试验它的 军器 其他方面的设备 他需要这些东西 军事工业集团 亦都需要 是用完那些存货 然后你再买 反正美元那么贵 正啊 还有你欧洲 你又花了那么多 你是不是又要买美元来买东西 如果是美国的 军事工业集团 是这么有势力的话 能控制到美国的 政治思维 这场仗怎么会这么快就完 第二样东西 欧洲 这些国家 亦都很多说 德国是否又想重新再做一个 军事强国呢 如果德国有人想做军事强国 当然是有个敌人才做 是吧 如果不是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这样的 当然啦 如果你是这些小国家 匈牙利 波兰 那些 又不是很多水 那些 那些 当然是没得谈 但是 即是一个大国 法国就是 即是 离远看而已 我想他都不是给很多军事 即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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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大家都可能是这样 国怀鬼胎 是 你死的 就是你的人 我试验的 就是我的军事 那谁有好处呢 最好就是 拖低了俄国 这个就是最棒的 现在就一定是一场大乱局 意大利新唱台是一个右翼政党 兄弟党 他帮原来的法制司默作利尼那边 还有关系的 你看到欧洲现在一定是乱的 是可能分裂的 那美国呢 就是你先来说的 美国一定是想长期打下去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出现滞胀 就是通胀一直跌下去 但是那个GDP就永远上不了去 今年可能是负增长 打仗对于他来说 应该来说有好处 美国如果大家记一记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救了美国什么呢 救了美国当年 就是三几年二几年三几年 他们当时就是大萧条 但是一进了入战事经济状态 就美国全国国家 突然间就欣欣向为 那美国佬发觉 不用死人 不用死自己人 吓死就死乌克兰人 拖就拖恶国 是不是会继续打下去呢 这个又是 大家如果分析形势 就觉得 大家都是看淡 我看淡 我就觉得这场仗有排挨 一定是停不了 停不了的疯狂 好 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下这个小钟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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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